12月15日,在海口召开的海南省社会保障卡E卡通工作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已结束。 来自省交通运输路网监测和应急指挥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, 就在现场向媒体记者演示如何用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搭乘公交车。 使用社保卡搭乘公交是从12月15日起海南省社保卡解锁的右翼全新功能。 近两年来,省人社厅加快拓展丰富社保卡功能,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, 让海南人民几乎人手一张社保卡成为名副其实的便民卡。 出门带最少的卡,办最多的事,去年11月,海南省制定出台 海南省社会保障卡E卡通服务管理条例,是全国首个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E卡通法规, 填补了社会保障卡领域立法的空白,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借鉴。 12月12日,海南自由贸易港第10批12项制度创新案例集中发布, 社会保障卡E卡通用名列其中。 2020年9月16日,省人社厅公布了第一批社会保障卡E卡通服务管理事项目录清单, 设计26个部门,397个具体事项,目前已经实施300项。 全省人社系统的经办窗口均已实现持卡办理所有业务。 省人社厅将继续推动,以小卡片承载大名声, 实现全省社会保障卡在公交出行、酒店住宿登记应用, 深化在人设、就医结算、财政汇名、旅游文化、校园等领域应用。 完善社保卡E卡通线上线下服务管理体系, 推动社保卡E卡通事项网上办理和受理, 以社保卡为载体,建立居民服务E卡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